那由于软件本身呢是由 程序数据啊和文档的这个三者的结合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 那这块有一个地方写错了啊 软件 等于 程序加数据加文档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软件呢是三这三者的一个集合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呢就要知道软件测试也就意味着 广义上来说就要包括对程序代码的测试 对数据的测试 对于文档的测试 那三方面都要包含 因此呢在这里边 软件呢在整个研发过程中除了文档 那么这个文档呢在这呢可以提前跟大家说 那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再去说 这个文档呢包括了很多 其中呢有有这么几个特别重要的文档 第一个文档呢就是这个软件产品的需求文的 你这个软件是要做什么用 他都有哪些功能 这些功能都是怎么去解读 就是需求文的 这是我们做软件测试呢非常重要的一点 测试人员必须呢要会阅读需求文的 就像呢那客户说了 呃客户说我想上天 那他提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你怎样你怎样去满足他 他说好你你提到这个需求 我收你 十万块钱 然后呢用户说行没问题 然后呢结果呢你花了五百块钱给他租了一个热气球 然后呢上天了 啊你说这也是满足你的要求啊 但是用户说了我是想上太空 那这时候别说别说五十 别说十万块钱了 你就是就给一千万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把它送到太空上去吧 这个你一千万肯定是拿不下来的 一千万美元还说不定还可以 所以呢在这里面啊 所以呢在这里面 需求啊对于我们测试员来说 你不仅仅要看这个需求 还要去保证这个需求 在未来的时候具不具备什么呀 可测性 啊需求的可测性呢 是就可测试性可跟踪性 是我们后期呢在学习软件需求的时候 这个因为我们做测试嘛 要懂需求 所以呢我们这块也要学习 那么一个需求具不具备可测试性 就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你要去阅读啊 对于有疑问的地方你要提出来 那比如说我说王后平 你去给我买一瓶好喝的水 那大家说一下 我的需求是什么呀 水好喝 对吧 那那王后平会去给我买一个什么样的水呢 对吧 那所以呢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 那我的需求呢就是什么呀 就是是清晰的还是不清晰的 不清晰的 我说那个王后平你去给我买一瓶我喜欢的水 这这不是更完蛋吗 你喜欢你喜欢他呀 需求文档 第二个 第二个呢就第二大类文档呢 就是设计文档 一个软件呢 在有定了需求之后呢 肯定要开始进行设计啊 这个软件界面的设计 功能的设计 页面跳转的设计啊 其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交互的设计 就是人啊 用户和软件 应该怎么去操作 操作了一步之后 下一步会出现什么 比如说当我们呢 在一个文本框里边 输入输入文文本内容之后 那么这个文本框会给出用户 什么样的一个提示 是一个绿色的对勾 提示用户 可以进行下一个文本框的操作 还要是说 弹出一个框 告诉用户 这个文本框 你输入超过几位 你输入不足几位 或者你输入了什么什么 非法字符 会不会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提示 这个就是设计交互 是不是科学 是不是合理 这个按钮 是不是红色的 是不是说取消 绿色是不是说确认 OK 那这些呢 都是要经过这个设计 就像大家呢 平常呢 特别讨厌 有一些软件 你卸载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 确认卸载 对吧 一般右手边 都是确定的一个选项 左手边才是什么呀 否定的选项吧 取消 但是呢 软件卸载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两个给倒过来了 对吧 而且呢 旁边 左手 左手边 左下角有一个小小的四个字叫 残忍卸载 仿佛 你卸载了这个软件 就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一样 对吧 哎 其实说说实话啊 这样的这个功能 其实说是缺陷吗 就是个缺陷 为啥呢 它不符合用户的使用什么呀 习惯 它违背了90%以上用户的使用习惯 哪个用户不是左撇子呀 哪个用户不用说错了说啊 哪个用户是左撇子 然后操作的时候都从左边操作 但是都从右边操作 而且呢 形成的用户习惯就是右边就是确认的操作 左边就是取消的操作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呢 违背了用户习惯 那就是个缺陷 所以呢 设计文档 我们也要参与这个测试 那设计的是不是足够合理 就像我们呢 在中国大家用到的所有的软件 基本上呢都是 右上角三个按钮 关闭按钮 最大话最小话 对不对 但如果说哪天有一个软件设计 把这三个按钮呢 放在了左上角的位置 用着还习惯吗 虽然设计上没啥问题 但是用着就不习惯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设计的一个东西 你设计的是不是足够吸引 这是一方面 但是你不能违背 他家的怎么样操作习惯 设计文档也是需要测试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很多文档 但这些呢 可能都跟我们 没太大的关系 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用户的这个使用文档 现在呢 有一个使用手册 要不要进行测试呀 一个软件的使用手册 那必须要经过测试 万一他有错别字呢 万一他写错了呢 明白什么意思吧 就像 现在有一个水杯 在我们平常用水杯的时候 这水杯上啊 那都是逆时针是开 是吧 顺时针是关 而且那一般的水杯上都标这个方向 这边 开箭头是开 然后这边就是关对吧 他只标着开 反方向就是关对吧 但如果说这个水杯 这个图标画错了呢 对吧 就是说使用手册也是非常关键的 他是指导用户怎么去用的 那如果说使用手册都出问题了 那用户操作不也是出问题了吗 如果说用户按照使用手册进行操作 把这个东西给玩坏了 算谁了 能力吧 所以这个非常关键 那么除了文档的测试之外 那么下面呢 就是每个软件开发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测试员呢 都要介入进行测试 那么这个后面呢 我们会一个一个呢 去说 比如说单元测试 那么当一个程序员开发完一个功能模块的时候 他每开发完一个功能模块 我们都要进行什么样 测试 比如他说登录功能开发完了 那我们就用账号呢 去登录 看是不是能够正常登录 哎 一个小功能模块 一个小功能模块 就是单元测试 那么多个功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注册加登录都开发完了 那我们就得先做什么样 先注册再登录注册登录 对吧 哎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就涉及到什么样 集成测试 那比如说登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比如说 呃 QQ号 那么就加好友聊天 加 添加好友 查询好友添加好友 啊 然后呢给好友发消息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呃 从每一个小功能开始测 然后当把这些功能呢 集中到一起 那就是集成测试 那最后整个软件 全都开发完了之后 是不是所有功能都完事了 我们会要进行什么样 确认测试 啊 当然说实话呢 确认测试呢 这个过程呢 呃比较短暂 啊比较短暂 当所有的功能确认都开发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做大规模的什么呀 系统测试 说实话 在所有的测试里边啊 在所有的这几个阶段测试里边 系统测试呢 是耗时最多的 啊 也是呢 我们要花费更多精力呢 去进行测试的地方 啊 就耗时最多 而且呢 那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测试阶段 啊 因为呢 在这个过程中 啊 比如说我们开发完了一个软件APP 那么在这个APP 前面测试的时候呢 可能都是在模拟环境下进行测试 但是呢 到系统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需要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测试 比如说 安装到不同的 手机上进行测试 使用同一款手机的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进行测试 比如说大家呢 都用小米手机 但是呢 用的小米手机的系统呢 比如说是米16米7米8米9 啊 比如说安卓版本可能是安卓45678 那你也吧 哎 所以呢 就是系统测试 那可以在WiFi环境下测试 可以在 4G 5G 或者说3G环境下进行测试 啊 用2G内存测试 3G内存测试 4G内存测试 啊 屏幕分辨率600x800 还是说1024x768 还是说1920x1080 还是说其他更多的 也就是说 这时候呢 就功能上 性能上 兼容性上 安装 能不能正常的安装 安装环境之后 能不能卸载 卸载之后 是不是所有文件都被卸载掉了 我这个软件 安装到之后 能不能获取系统的相应的权限 比如说我现在开发了一款 相机软件 是不是能够正常的打开手机的相机功能 是不是能够正常的打开手机的 呃 这个这个 这个闪光灯功能 是不是能够正常的把图片拍摄完了 存储在手机的软件 就是硬件上 硬盘里 来想是不是有这样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开发了一款导航类的软件 那我就得保证 我能够正常的获取 这个手机的定位功能 联网功能 对吧 那比如说我现在的开发了一款手电筒功能 那意味着 我就要获取用户的这个什么样 手机的这个手电筒的这个操作权限 所以呢 在这里边的系统测试 耗时最久 最复杂 啊 考虑的方方面面情况呢 就最多 啊 比如说 再举个例子 这个还是这个手电筒功能啊 人家说 那手电筒功能呢 除了说我们所谓的这个 打开相机 这个手电筒的这个 比如说闪光灯功能之外 那比如说 它是不是还要耗费电量呀 我们是不是也要对它的这个 功耗和这个消耗 消耗的这个电量问题进行测试呀 那比如说 一开手电筒 五秒钟之后 手机电量从百分之百下降到零 我耗电呀 一开一开起这个软件 整个手机主板相当于短路了似的 手机电量瞬间没了 这是不是就是问题啊 所以呢 在这里面系统测试 就包括这个软件本身的 那么甚至于包括这个软件和其他软件之间的这个兼容 那比如说 你开发了一个手电筒功能 的一个软件 安装的时候呢 被这个手机的 比如说手机自带的这个360 杀毒软件 你一装 它就给你杀掉了 一装就给你杀掉了 没有原因 那多尴尬呀 那比如说你的手机上有一个分享功能 你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你你开发这个APP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客户空间 客户好友 甚至可以分享到这个 呃 分享给好友 那这个时候呢 那么分享功能 你只要点击了 它是不是可以正常的打开这个相应的APP 这个是不是也需要测试呀 所以呢 在这里面 嗯 系统测试 它呢 非常的广泛 也非常的多 耗时也最久 也最复杂 因此呢 系统测试 它的地位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往往 时间不够 无法做深度的这个测试 然后呢 会导致很多问题呢 在软件上线之前 无法及时的被发现 所以呢 测试员呢 难免就会背锅 啊 这个是 很严峻的一个问题 啊 所以呢 如何有效的进行测试 除了掌握一定的测试方法之外 那作为测试人员 你还得 掌握更深入的一些测试技巧 你比如说测APP 你就要对 比如说手机APP 你就要对手机的 很多性能 很多 系统方面的一些知识呢 要很了解 对这个东西呢 技术支持 还有这个知识的积累 经验的积累 非常关键 那最后呢 这个验收测试 验收测试呢 其实 可以说是软件研发呢 是吧 后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过程了 一般的话呢 像你比如说 那QQ 用不用所谓的验收测试呢 其实用不到 为啥呢 因为它是针对着我们的所有用户群体 是吧 那什么样的就 可能就涉及到这个验收呢 比如说是专门跟 专门针对某一个公司企业用户呢 去开发的 那A公司 比如说 A公司是软件开发公司 B公司呢 是需要开发软件的一个公司 那B呢 就说 哎 来怎么签个合同 你给我开发一套 办公系统 专门做办公用的 那之后呢 A呢 就开始给他研发 研发完了之后 那A说 我测试没问题了 你就用吧 那B能放心吗 肯定不能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涉及到什么呀 验收 那B公司就会派专业的 或者专门的人员 要参与到这个什么样 软件的使用过程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验收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就叫验收测试 那只有B公司 确定了说 那经过我们的 验收 我们测试 你这个软件 没问题 通过 那这个时候呢 B才会给他什么呀 才会给钱嘛 才算通过嘛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又会诞生出来另外一种公司 那什么公司呢 这个也就是我们后面呢 会经常听说的一种公司叫做 测试外包公司 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第三方公司 那这种公司呢 专门做什么呀 专门做测试的 那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公司的出现 那这时候呢 比如说测试外包就相当于什么呢 A呢是开发商 B是客户 B呢 让A给他开发一个软件 A说我开发完了 你用吧 那B能用吗 B能相信他吗 不能 但是B一想 我自己技术也不行 我哪知道他有没有缺陷呀 那这时候呢 B就说了 B就找外包说 你给我测一下 他们公司 给我们公司开发的软件 有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测试的标准 通过标准你给我测 这时候呢 测试外包就什么样 诞生了 能力也吧 所以呢 一般呢 测试外包公司 那有人说了 他会不会吃A的回扣 或者B的回扣 专门把这个软件给砍下去 基本上这样的事不会出现 一旦出现呢 你只要有过一起这个事情 那基本上 你这个名声就不好了 所以呢 一般的话呢 这个测试外包会更加的 这个什么样 公正客观一些 所以呢 测试外包呢 在国内外都非常的火 尤其在我们国内 还有一些特别著名的 专门做测试外包的公司 非常多 以这个 尤其是像金融类的 保险类的 特别多 像 有名的 像那个什么 中科软 软通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 这是关于 这个软件测试 就是说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的 每一个阶段都要参与 都要参与 所以呢 就是说 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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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穿始终